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被解救的半裸女子 在井里足足浸泡了60多个小时 要知道 这个井足有3米深 而她的身高却只有1米56 事后警方通过测试 发现正常人能熬半天已是极限 可是这名被害女子 却通过顽强抑制自救 不仅逃离了凶手精心预谋的陷阱 还亲手将其送上法庭 那么凶手和这名女子是什么关系 她又为什么要害这名女子呢 感兴趣的朋友们 还请点个关注点个赞 咱们接着往下看 救救我 2013年12月15日中午 家住海口市的杨女士下班回家 途中需要经过一条小巷 在经过一处污水井时 她突然听到一阵微弱的呼救声 起初杨女士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正准备往前继续走 突然一个苍白无血色的手 从井下伸出 杨女士吓得瞬间跳了起来 她的叫声也引来了周围的路人 莫不是大白天遇见鬼了 透过井盖缝隙 几人小心翼翼地探头查看 发现井中竟然有一个棚头垢面的女人 当大家勤心协力 将井盖挪开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半裸的女性 她的身体被水浸泡得浮肿发白 谁也想不到 在这样阴冷且多雨的12月的海南 这个女子是怎么在这里存活三日的 看着女子生命体征越来越弱 热心的路人合力将其拉出 过酒后的女子很快瘫软在地 她的身上还散发着污水的臭味 好心的群众拿来衣服为她盖上 过了没一会儿救护车赶到了现场 随后将女子送往医院 而这边警方立即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 如果是女子不小心失足落入井中 那么这个井盖肯定是开着的 可事发时这个井盖却盖得严严实实的 警方觉得这个事情一定不简单 通过监控画面 警方看到了事情的完整经过 2013年12月12日晚6点 天还下着大雨 在海口市海景湾大厦西侧的一条小巷里 远处跑来了一对男女 两人共同撑着一把伞 看起来两个人的关系还不错 可在快走到污水井边时 男子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 将女子连同雨伞往井中推去 起初女子只是卡在了井盖处 可随后男子用双手使劲将女子压下去 见女子掉了下去 男子又将旁边的井盖盖了上去 弄完之后迅速逃离 没多久男子又折返回来 在井盖上压上木板再次离开 通过警方的观察 可以断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 三米下水道中被困60多个小时 女子死里逃生 事后又亲自将凶手送上法庭 随后警方对女子的身份展开调查 可当他们走访了附近住户 大家都表示没有见过这名女子 警方判定这名女子很有可能是外地人 事后通过监控 警方又发现原来女子落井是男子精心策划的 在案发前的20分钟里 男子就鬼鬼祟祟的来到这里 他将井盖挪走 又在污水井盖上盖了一层纸板后离开 之后就有了警方一开始调查的内容 可案发时下着大雨 再加上两人用伞遮挡身体 警方很难判断男子的身份 于是他们来到医院 获救的女子向警方描述了具体的细节 时间都把我应了 发起很大的声音了他喊 我就觉得我完了 这下我也不会有勇我就完了 据被害人郭女士表示 自己不是本地人 而是湖南的一名教师 这次是和老乡一起来旅游的 可郭女士怎么也没想到 两人无冤无仇 这个老乡却想要自己的命 据郭女士自己描述 当她落入污水井的第一天 她就告诉自己不要慌张 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 在掉入污水井后 郭女士拼命地划到井中央 这里有一个横着的管道 郭女士借助水流踩了上来 要知道这个水深一米七 而郭女士只有一米五六 这根管子让她活了下来 在掉入井中的第一天晚上 郭女士都没有合眼 由于当天一直下雨 下水道的水位也越来越高 郭女士身处的污水井中 发出阵阵恶臭 由于身体在污水中泡了一碗 郭女士的四肢逐渐冰冷 甚至开始没有知觉 可她的心中一直有一个信念 自己一定要活着 第二天上午 她发现自己呼救并没有什么用处 于是开始尝试自救 她利用自己手边的一切工具 想到兜里还有二百块钱 郭女士拿了出来 将其缠在雨伞的杆上 随后向上伸去 可试了好几次都没人理会 于是她只能寻找其他自救的方法 借着白天强烈的日光 郭女士发现井盖不远处 有一条横向的管道 于是她决定爬上去 可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于是郭女士将身上的衣服脱去 将它们绑在一起 做成梯绳 慢慢爬向管道 在郭某的努力下 自己终于靠近了井盖口 靠着自己仅存的一点力气 郭女士得以获救 三米下水道中 被困六十多个小时 女子死里逃生 事后又亲自将凶手送上法庭 郭女士表示 凶手正是自己的老乡 名叫郭之洪 根据监控录像 及被害人的描述 警方发现嫌疑人在十号就回到了湖南 随后警方迅速联系当地警方 双方通力合作 很快将嫌疑人郭某抓获 那么这两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 让郭某对被害人痛下杀手呢 根据事后调查得知 郭之洪和郭女士两人因打麻将结识 由于两人是老乡 说话又比较投机 后来郭之洪因为做生意 分两次向郭女士借了十万 并打了欠条 可很快自己就因为沾染赌博 将钱输光了 为了能借到钱 他谎称自己还在做生意 又向郭女士借了一笔钱 可拿到钱之后 死性不改的郭之洪又去赌博 将钱花了个金光 之后郭女士因家中有事 急需用钱 便催促郭之洪先还一部分钱 郭之洪手中哪有什么钱 于是他就想到了这一出 12月初的时候 郭之洪声称手中有50万 以还债为由要郭女士前往海南 还声称一定要带着借条 郭女士没有想这么多 就答应了 到海南两人碰面之后 郭之洪却只字不提钱的事 只是带着郭女士四处游玩 根据郭女士描述 当时在游玩拍照的时候 他就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 在大量的事实和走访得到的物证面前 郭之洪仍然咬死自己的说辞 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甚至一再谎称两人是情人关系 双方只是发生了一些争执 可最终在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下 郭之洪选择坦白从宽 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最终郭之洪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审判决后 郭之洪表示不服 然而在二审法庭上 郭之洪依然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 最终二审维持原判 在郭之洪服刑期间 他的女儿为其四处奔波 最终求得郭女士的谅解术 由无期徒刑改判有期徒刑22年